大家好,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如何通过OpenWRT软路由和一块固态硬盘架设一个家庭网盘,以及可能会遇到的网盘共享后无法访问的问题。 我这有一块2TB的固态硬盘,已经装在了USB3.0的硬盘盒里,现在就用它来制作网盘。 我的软路由装在一台华硬笔记本上,作为旁路由。 把硬盘插在软路由的USB接口上。 现在通过OpenWRT的网页管理界面进行设置。 打开系统菜单,选择磁盘管理。 这里已经显示出2T的固态硬盘。 点击修改。 这块硬盘我之前删除了全部分区,现在要在这里重新分区并格式化。 大家也可以使用其他硬盘工具提前做好分区格式化。 点击创建。 文件系统选ext4格式。 这是Linux系统的专用格式。 OpenWRT就是一个Linux系统。 点击格式化。 好了,可以了。 这个OpenWRT也可以识别NTFS格式,但速度是非常慢的。 格式化后,点击系统菜单下的挂载点。 这里挂载点已经显示出此硬盘。 我们要把它挂载上。 挂载后,硬盘会显示在这里,以挂载的文件系统。 现在把上面这一项勾选,自动挂载为配置的磁盘分区。 然后点击下面的保存和应用。 然后刷新一下页面。 现在硬盘已经自动挂载上了。 我们复制一下这里。 这个就是硬盘的路径,一会儿会用到。 现在选择网络存储下的网络共享。 点击添加。 共享面随便起。 目录就粘贴刚才复制的那个路径。 这里不用填。 纸读不要勾选。 可浏览、允许匿名用户都勾选上。 这里不勾选的话,访问硬盘会需要密码。 而且可能需要进行其他的设置。 后面两组数字都填写0777。 三个7表示完全的读写权限。 点击保存和应用。 现在设置完了,但可能无法防御硬盘。 我不知道其他朋友或系统版本是否有同样的问题。 咱们看一下。 打开网络。 这里会有一个openwrt。 点进去。 可以看到我们刚才设置的共享硬盘。 点进去。 我们现在考一个文件试试。 谈出了提示。 拒绝访问。 这个还是因为权限问题。 我们现在要到软路由笔记本上输入一条命令更改权限。 输入。 输入chmod控格。 杠。 大写2。 控格。 777。 控格。 斜杠。 mnt。 斜杠。 sdb。 这样就可以了。 我们再试一下 这是一个1G的视频文件 可以了 速度还行 每秒100多兆 这样家里局域网上的电脑 电视手机 都可以访问网盘里的数据 非常方便 如果想弹出硬盘 可以这么操作 把之前的那个勾选去掉 然后保存和应用 之后在这个硬盘旁边 这有一个卸载分区 点一下 然后点击磁盘管理 点击修改 这里就可以弹出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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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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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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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